当地时间11月15号上午,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。 习近平指出,过去三年,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密切沟通,使中法关系保持了积极发展势头,两国重要合作取得积极进展。 当前,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,作为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两支重要力量,中法、中欧应该坚持独立自主、开放合作的精神,推动双边关系在正确轨道上行稳致远,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。 习近平强调,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,努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,将为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机遇。 双方要着眼未来,做好顶层设计,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,深化务实合作,推动传统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,积极挖掘绿色能源、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潜力。 希望法方为中国企业在法国发展提供更加公平、公正、非歧视的营商环境。 习近平强调,经过多年发展,中欧已经形成强大的经济共生关系,双方应该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,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,维护国际经贸规则和秩序。 希望法方推动欧盟继续奉行独立和积极的对华政策。 中方愿同法方一道支持印尼主席国工作,推动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取得成功,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沟通协作, 共同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,应对粮食安全、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,破解可持续发展难题。 马克龙表示,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,祝贺中共二十大取得圆满成功。 法中两国都致力于促进全球和平发展,促进世界经济繁荣。 中国是现代化发展模式,令人钦佩。 法方秉持独立外交,反对阵营对抗。 面对当前动荡国际形势,法方希望同中方继续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精神, 密切高层往来对话,深化经贸、航空、民用核能等领域合作。 欢迎中国企业赴法国开展合作。 法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,共同应对气候变化、粮食危机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问题。 法方愿积极促进欧中对话合作。 双方就乌克兰局势交换了意见。 习近平强调,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明确一贯,主张停火、止战、和谈。 国际社会应为此创造条件,中方也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发挥建设性作用。 丁薛祥、王毅、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。